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吴中生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这叫做投资报酬率 什么叫投资报酬率 我先讲一下这个 我在2014年的时候,我在我们的社区想要推广这些活动 那时候竞选里长,我想带动大家一起来玩这些东西 不管是体育艺术,一大堆东西 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有得过这些脚牌 所以我比较重视,而且还有孩子们 虽然他骨头软的时候,还有条件的时候 可以学习这种中国传统文化,五副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那有的人就会问我说,这都很花钱 我说那这个花钱的事情 这是投资 就像骑马了,像以前我的薪水很低 刚开始参加工作才有赚钱 赚钱的时候我的薪水很低 可是我可以花五分之一的薪水去学新东西 可是这些学的新东西,现在是五分之一 等到你逐渐成长以后,茁壮以后 你的收入恐怕是以前的不知道多少倍 我这边一个符号叫无限大 反正你就一直升 你同样的投资的学习的成本 当时是占了你的五分之一 而你现在,他占了你的可能是千分之一 甚至于是万分之一 可是等到你老大的时候 已经年纪中老年 你再想学这个东西 抱歉,实不我语 第一个,体力不行 第二个,身体状况 健康状况不行 第三个,你只有有钱 你剩下什么都没有了 你的反应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功夫从小练 我常讲功夫从小练 很多东西是投资是从小上开始 你如果说等到你已经老大 已经成型了 因为投资的东西 标的物不是只有钱 钱是第一位 第二个是时间 第三个是什么 learning practice 也就是学习跟练习 学习是学新的东西 练习就是把旧东西不断的融合 你看那些京剧名林那些人 他一辈子 他有没有上台 他每天早上天没亮 就开始吊嗓子 就开始拉筋 这个是一样的 所有的夏练三福 冬练三九 最冷最热的天 他要继续练 他没有一刻休息的 那很多音乐家 尤其是民族音乐家 有个顺口就叫做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 两天不练同行知道 三天不练天下人全知道 就表示说 你慌疏了 那今天有一个 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 一个funny guy 他拉小提琴 全部荒腔走板 他敢在公众面前 拉小提琴 表示说他以前的水准还可以 可是他为什么现在 拉的全都是杀鸡的声音呢 那是因为他慌疏了 久就没练了 每天在那边用名嘴巴拉巴拉讲话 然后他小的时候 学的那些东西全部 还给老师 还给师傅 那这就是我讲说这个 这个投资 那刚好我就碰到 一个有趣的 两个名词 这是第一个叫做 第一个叫做保养 保养是要定期保养 所以简称定保 如果说各位在海军待过 你就知道 那个军舰都有 他有两个重要的 一个修理的东西 一个叫做定期保养 简称定保 另外一个叫大修 他是要进场大修 那定保他不需要 是只要有那个技术工人到 到船上去帮你做保养就好 那实际上机器设备 平常都要保养 为什么要定期保养 不是这样 这个维修 英文叫maintain 修理叫repair 为什么还有分成两个字呢 维护修理 那为什么要把它分成维护跟修理两个部分呢 因为maintain maintain就是把它保持在现在状态 要maintain repair是把它 它已经不能在现在正常状态了 所以需要repair 重新修理 这两者意义是差异很大 那其实我这边 这个样子列的是团体活动 那其实我这边还有进修活动 但是这跟鲤鱼没有关系 这是我的职业的范畴 我的职业范畴也是一样 需要定期保养 所以定期保养就是 我以前学画图的时候 那个学生时代 我们是用钉字尺 钉字尺像一个猪扒一样 每次要上绘图课的时候 要把哪一个木头的钉字尺 坐车或者什么样子 很不方便 我们都互相开玩笑 说很像猪八戒 其实这不像猪八戒 是一个木头的钉字尺 三角板的时代 现在学生好像都不在用这些东西了 因为学校后来就有制图机 制图机有那个手轴式的 还有那个轨道式 这两者我都有 古董我都有 因为我都经过那个时代 而且当时都花钱买了这些设备 为什么 那就是投资嘛 当我在买那些设备的时候 买一个那个轨道式制图机的时候 当然是我的薪水在那一半 甚至还高 也对有人讲说 你有时候这么发狂啊 你买这个 我说不是啊 这是我的身材工具啊 身材工具你都舍不得买 那你还混什么啊 那些人就讲说算了啊 学校学的那点东西 就那点东西吧 我不这样看 我就认为说 我要搞设计 我必须有个设计桌子 这个设计桌子 公寓散街市 必须利器汽水 我就买了轨道式的 那是武藤的 Mudo 现在那个东西已经淘汰 但是我仍然保存着 包括那些尺子 包括那些东西 都是完全可用状态 因为在欧洲 尤其像那个滨市啊 BMW这些公司 还有意大利的 意大利那些做那个名车的那些工厂 现在还在用 刚才讲的那些 那个轨道式的制服机 甚至还有人还手臂式的 手臂式的我也有 现在都是古董 可能价值不菲吧 因为那些东西早就不生产 二十大战的时候 在欧洲最流行的 现在二十大战过这么久 之后 欧洲那些名厂还在用这个东西 那我们这边的绘图软体 一直设计软体 设计绘图软体 一直在改变 我们台湾的流行程度 绝对紧贴着美国 很多那个美国的客户 以前跟我有接触的人 来台湾上说 哇 一二的都 wonderful 怎么会 wonderful 可是你们 你们这里的那个软体 你会这个的人 在我们那边不得了 都是高级工程师 都是高级什么什么玩意儿 好像走路都有风手 这个在台湾 你只要花钱 你就可以学得到 这就是投资跟报酬的关系 那 那其实在这里面 我已经讲过 有的人是被那些什么 被那些新的玩意儿 冲昏了头脑 然后认为自己 就觉得好像不得了 那个 没有什么基本功 然后就不得了 就像那个 那个 那些 带着红鼻头的那些法官 那个 中国古代的那些 校剧 你们都把那个 县态员弄成一个丑角的角色 就是那样 因为他是 他是那个 木活儿冠 那刚刚讲的这个 刚刚讲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 投资嘛 我曾经有碰到过一个实际例子 我从大陆回台的时候 我后来我到一个公司 给我派到一个工厂去 那工厂里面 原来有一个年轻的工程师 他辞职 他辞职的时候 知道人家胃瘤 那他为什么辞职呢 这个 这个人 这个自视甚高 这个 觉得自己 这个 翅膀很硬 我说他为什么会觉得翅膀很硬呢 他说他会画立体图 他会用那个 抖衣 如果这个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算了 本来就是他会用抖衣 我说用抖衣 我也学过 而且我学的时候 他可能还在 还在读 读国中吧 那是好几代以前的东西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摸 那个东西了 我当了主管之后 我就没有再摸 那个基层的东西 结果他跟我讲 他抖衣 他说他可以画立体图 画很美的 那个 就是彩线 彩色 表现 叫做彩线 英文叫 彩线 那东西是我的拿手 我是用麦克比画的 用麦克比画 那个时代 因为我的立体观念非常强 所以我随时可以画立体图 很容易沟通 跟各国人都很容易沟通 用图像 用它具体的形象 然后在上色彩 我也有一定的把握 我就很好奇了 以你的学历来讲 你怎么会彩线 你又不是工业设计系别人 然后你就是机械系别人 你怎么会这么厉害 你才二十多岁 我就 他就秀给我看 他把自己从家里搬来一台电脑 他自己的电脑 是workstation 不是公司的 因为里面有他 灌了他这个 铺一的软体 他就给我秀他画的东西 他不讲说他画的东西 他讲他设计的东西 是立体的给我转 转转 我说这个东西 现在变得这么厉害了 以前我学的上 还没这么厉害 有很多 很多曲线 很多曲面 很难做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最难做的就是曲面 就是所谓service 表面 这个东西是 这个软体一直在改进 那中间有一段时间 我没学这个软体 也没在用 所以 我就不进入 我说那这样好了 你能不能交 不行 你说为什么 他说他花了十几万 新台币 要学的这些东西 他花了那个 他交保证金 不知道十八万还是这样 我说你想 你一个月才两三万块钱 你怎么能够 投资这么大的 这个资金 来 来学习 他说我们这有签约 你只要你签约 你要把这个 现有的软体 你通通学会 每一样都勾 勾了之后就是要付 一次就要给他付十八万 怎么付法 他去贷款 那个 那个 电脑补习班 有一种特殊的 优惠贷款 就是 就有办法让你去 他可以 让你贷到十八万 然后那个电脑公司 就拿到十八万之后 你就可以在 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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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限时间 就是你可以在 两年或者三年之内 或者五年之内 你都可以去学 任何时间 只要电脑空着 你就可以上去 上去用 OK 他就这样 他当然是年轻人很好学 拼着拼着 拼着拼着学 学起来知道 可是这个美学概念 还有这些什么 这些很多 机械的这些 知识 尝试 不是一处可挤的 需要累积 包括那个电脑公司 在教用电脑绘图的人 他只懂得如何使用指令 他并不了解 机械背景里面有什么 建筑背景里面有什么 他只是教你使用这个工具 我讲过了 一把扳手 就可以锁一个螺丝 可是一个小孩子 他力量不够的时候 你拿那个扳手 他也用不了 他也锁不紧那个螺丝 可是一个大人 他用那个工具 适当的工具 一下子就打开了 而且你要同样 要把一个螺丝帽松开 有太多工具了 有活动扳手 开个玩意儿就是固定扳手 然后也有梅花扳手 还有套筒扳手 那这些你看 这些这么多工具 可以对付一个 同一个东西 所以那个软体是白白种 不是说你学的软体 你要学的是基本功 如何设计 如何美学 你要修身机 要很长的时间 我当时都已经快50岁了 我可能有50岁了 我就想说 这孩子这样子 这么样子的那个 彼时气壮 我就拿了一些 我以前的作品给他看 他看了也说 他说你这个东西好像很老 很老旧 那时候我用手画的 我用麦格笔 他说 现在不用这个了 现在你看我们 你要什么质感 我马上打出来 我心里就突然跳出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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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嘲笑的表情 我说 你今天停电了 你能够跟人家讲什么 你没有电脑 你就是一个白痴 你能跟人家什么 那还有其他的各方面能力 他马上听过我这么一番话之后 他马上就跟我讲说 要拜我为师 我说 我刚刚要你教我电脑 你说你花十几万 你不愿意教我 我说没关系 我们俩人可以交换我 我说交换什么 他说 我画东西 你给我check 还有告诉我 这什么 哪些地方 可以怎么做 因为他思虑有限 我说 那你干嘛要离职 他说 我已经在别家公司谈好了 那个薪水比这边高了 快要一倍 那我说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 我现在又提出一个报告 跟公司讲说 延迟离职 我说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我要跟你学 他真正好学不倦 他说要跟我学 我说 你既然已经提出来了 所以人家才会把我调到这边来 那现在你如果不走的话 我在这边还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意义了 那后来 那个公司当然因为 因为跟他已经 切磋了好几个月 他就坚持要走 他认为他花那么多钱 投资了他能力那么倍增 比人家前面的人 厉害了不到几万倍吧 那现在他一定要走 后来公司就说 好吧你走吧 后来就跟总公司 跟集团申请 集团就把我调到这边来 调到这边来 管这个设计 结果我就跟他讲说 你既然已经这样子 这个程序你走不通的了 后来他那个人就跟我讲说 他说老婆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帮我 我到了别的公司之后 他每天都有email给我 他现在设计什么 要我帮他修改 他就帮我看看怎么怎么怎么弄 我心里想说 我在这边上班 我拿的是这里的工资 我管你那边什么 而且你也没有 你也没有给我任何好处 对不对 你至少说你说 你这里的软体 你给我弄一份软体过来 然后我来 我来学习 后来我发现这不行 那种学习 因为他已经隔代了 隔了好几代了 好几个版本 就是我平常没有做定期保养 也就是这个软体在升级的时候 我没有进 比如说 比如说2000版好了 2001 2002 现在已经2018了 已经有18版出现了 那如果有18版出现的时候 我学的是2000的 现在已经进化到18版了 连组画面什么都变了 可是他基本功 一再的在增加 能耐一直在增加 责令一直在增多 连icon都变了 那今天如果说 你今天跳到2018版 今天2018版 好像2019 明年版又要改了 它又进化了 因为这个商业的竞争就是这样 me too 你有的 我一定有 叫做me too 还有一个 我有的 你没有 这才是优势 每一个软体在比这个 都在比这个 每天这样 否则拿那么多软体 我刚刚讲过 梅花版手也可以用 Coco版手也可以用 Totel版手也可以用 固定版手也可以用 都是解决问题的 但是问题的核心就是 就是当年这个 螺丝跟螺帽的关系 对 你是要解决这个 鬆开 上井的问题 只是这个功能而已 只是你用了不同软体 同样 所以说 所以有me too 那这个问题就很大 为什么 因为他们怕有抄袭 被告抄袭 因为那些工程师 也是被挖角 这个公司把它挖到那边 那个公司把它 还有跳槽 还有自己主公司 自己创业 很多种情形 所以它的指令 是同一个功能 它用不同的名字 这是让学习的人 倍加的这个难过 为什么 因为软体很多 我刚刚讲说 我的电脑现在是半强状态 我一直没把它 没把它干掉 废掉 就是因为里面 有最重要软体 都在里面 这些废图软体 每个都很 价钱很高 但是那个都是旧的版本 也就是五年前吧 五六年前的版本 现在又进化成什么样 我不知道 也不太重要 因为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说 每隔一段时间 要去定期保养一下 也就是说 你必须maintain 你的知识跟技能 那个东西 你的基本功还在 但是呢 最重要就是 最后有一个 就是你要进场大修 所谓大修是什么 就是你很多很多的 东西 已经变化很多了 比如说 以前没有3D列印机 3D的那个 3D printer 3D printer 现在只能用塑胶 还有人用的是纸 或者是用纸浆 或者什么 很多种名堂 有的是用雷射切割 那都是CNC的东西嘛 只是他如何把图像 3D图像 转化成这个指令 所谓CNC的指令 这个以前还有一个叫做 那个APT呢 Autoprogrammable technique 还有一个这个名称 现在如果讲APT 人家会问你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商朝的东西吗 还是那个 宋朝的东西 他没有人知道 就像我现在讲说 电脑基本的那个语言 就有一个叫basic 我们以前学的 现在没有人知道了 才短短的几年之间了 变化这么多 那就是我们要跟上时代 我们就必须要定期保养嘛 还有进场大修嘛 那我就是进场大修 我才又把这些软件 又抓回来 但是抓回来也是五六年前 那个版本 我不去追流行 但是我知道 至于说 刚刚讲的那个年轻人 他薪水只有两三万的时候 他就可以花十几万下去 投资这个学习 可是他花了 用台语讲的 就是花了很大的 这个成本下去 这个其实 这是我刚刚讲的 我是这样子 他刚刚讲的 那个是他花了十几万 那个是因为他用分级付款的方式 就是他一次贷款 那个钱拿到那个 那个钱下来 交给那个公司 那个电脑补习班 然后他自己就是 就是直接就可以下去学 学个两三年 任何时间都一起听完 所以那边老师对他们 老师都是嘴巴笑的 笑的裂了耳根去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财生业 所以你要问他什么 他问 无所不答 再来就是学习的人 里面有些人是社会人士 他有经验 互相交朋友之后 互相结肠补短 互相切磋之后 他会得到很多的知识 可是这些知识 如果没有系统的话 没有高人指点的话 他有的时候是乱 他到别家可能 可能人家星期一阵子之后 因为他们没有这种人才嘛 星期一阵子之后 可能也就 你也就生不了 生不了 生前不了了 然后你可能就 又想要跳槽了 可是你再跳槽 你还要再花十几万 再去补充 吗 恐怕也不见得 再来就是很多人 这样的投资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这些软体 很多单位都在办 政府单位都有在办 所以很多人会 但会没有用 我刚刚讲过 你的基本功没有 你不懂得这个机构原理 然后你只是会画 你会画的话 那就像以前的 所谓我们那时代的苗图园 我先把那个 那个铅笔画好之后 你去给我上墨 苗图园干这个 那真正的设计都很远 那这个话题提远了 这个我就常在讲 像我比如说我这个 我在2014年的时候 曾经有发动过一下 我们那个社区的人 来写这些东西 飞行啦 骑马啦 风浪板啦 还有什么戏曲啦 这些 还有一大堆这些玩意 那当时就有人问我说 骑马要花钱了 很贵 飞行更花钱 要买装备 潜水的话 我就直接告他们 我说我跟你讲 你只看到是钱的这个问题 你没想到去时间 你要投资的 除了钱以外 钱是最基础的 第二个是要时间 你要花很多时间下去 去learning 还有practice 学习不搭紧 你要不断的练 要流汗 流泪 流血 可能还要流血 你要注意其他的投资 你不是只有一个钱 钱是最减 最基础的而已 那 当时就有人这样质疑 我就想说 如果说你连这个投资 这种破釜成功的决心 都没有的话 你想都不要想 你不然就停格在你那个地方 刚才讲了 那个人 那个年轻人 他只有两三万薪水的时候 他可以花十几万的学费 投资这个学费 他就寄望将来 可是他的父兄 他的那个 同学们 他当完兵回来才写的 那这些人都是 都跟这个没有关系 他每天在闷的家里面 就在那边练 练功 所以人家都在那边 在那边唱卡拉OK 去干嘛 去乱逛 他没有 他埋在家里面 他埋得很苦干 可是毒穴而无有 则孤禄而寡闻 很多东西他就 他没有接触 没有接触之后 你能够跟人家谈的 那个深度就非常之浅 你只是一个灰图源 就是这样 所以我就讲说 这个 博学审问圣思明辨读行 这个是必须的一个 一个阶层 这没有什么 没有办法 一下列等 一下就一不登天 一触可挤 没有那件事情 他必须是要 一接一接 慢慢累积 学问之道 就是这样 技能更是这样 几天没练 就慌疏了 就是这样 但是呢 最重要的一点 我就要强调说 你过去的成绩 都不是成绩 你现在的成绩 才是成绩 因此呢 我们这个过去的经验 只能提供给人家参考 reference only 也就是我常常在这边讲的这个 这些东西都 我现在还能死得开 有些东西已经死不开了 这样子 你要我再做这些 抱虎平和的这些东西 我就有困难了 而且这有很大的危险性 刚刚最后再讲到一个 那些人只 那些人他们 他们只想到投资 只有这么几点 第一个钱嘛 第二个时间 第三个练习嘛 练习 还有那个 学习跟练习 learning and practice 这些东西啊 之外 如果你还想学一点 比较特殊的 比如说这边有 飞行 骑马 还有那个 帆船 风浪板 这些东西 还有武术 这些还有危险性 还不是每个人都能学 你如果反应迟缓的话 你还真的是抹花斗了 这一辈子绝缘了 所以这个学习需趁早 投资 投资 投资报仇 这个概念 一定要有 以上我跟各位分享 谢谢